锦衣之下晚风轻柔 用过晚饭后 路易牵着今夏在院中散步 看着吃饱喝足心情甚好的姑娘 倒不是路易要秋后算账 为时被他今天这一处给下的不轻 这平日里他一个人外出 路易都担忧有人故意寻他麻烦 更何况是如今的特殊时期呢 你今日一个人一整天时间是去哪了 就知道这一关总归是躲不过去的 也知晓今日是自己让他担忧了 今夏赶忙开口认错大人 我不是故意让你担心的 我只是大人 层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今夏的解释 路易看了一眼层服 到书房等我 随即想先把今夏送回卧房 今夏也知道层服能这个时辰来找路易 必然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未等路易开口 大人你去忙吧 我自己再走走 嗯夜晚天凉 早些回房休息 路府书房中 什么事 大人 刚刚齐王府遇刺了 刺客竟无一人活着离开 根据属下派去的人描述 与前几日和我们交手的人是一样的武功路子 听着层服的汇报 路易眉头紧簇 四世在思考着什么 齐王那边情况怎么样 齐王府守卫深言 机关更暗卫甚多 我们的人不便进入 暂时不得知具体情况 您看 要不过门查探一下 不行 如果我们现在贸然过府的话 怕是会引起齐王的猜忌 只能等他自己来找我们 之前让你找的有关齐王这些年的资料 收集的如何了 层服迟疑了一下 才回答到我利用锦衣卫的暗线 调查了这些年他生活过的地方 完全就是一个安喻居士的皇子 与外界并无什么过往 会不会是我们的方向有误 沉默了好一会儿 路易才开口知道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 层服离开后 路易没有急着回卧房 或许层服说的也对 秦王生活过的地方会有线索 那也许是表面的 如果这次齐王府的那些杀手 跟上次交手的是同一批人 只能说对方是以为 他路易和齐王是同一条线上的人了 只不过在他手上尚且有逃脱之人 居然能在齐王府一个不落下 看来齐王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路易回到卧房时 今下已经喜数好睡下了 望着他熟睡的小脸 想必今日也是累极了 居然都没等自己了 洗漱过后的路易刚上他 像是察觉到熟悉的气息 那水着的姑娘就自发地靠了过来 他如今的身子虽然还是小小一只 不过显淮的肚子已经不便于随意滚动 路易只是堪堪懒了懒他 想到他之前在饭桌上的那一句爹爹 路易不自觉地将手辅助他突起的小腹 这里面有个小团子 再过几个月也会甜甜地喊他爹爹了吧 睡得早的惊吓 徐氏心里惦记着事情 早早就醒来了 只勾勾地盯着路易睡眼看 生物中准时的路易 醒来还尚未睁开眼睛 就察觉到有一抹视线停留在自己身上 想来能这般移不开视线的也就只有他原惊吓了吧 今日醒得这么早 路易想着这可是近来都要五世才奇的人 大人 生辰快乐 看着他醒来的惊吓 第一时间送上自己的祝福 两人几乎是同时开口 告诉路易明显愣住了 今日是自己的生辰吗 殊不知他这愣住的表情 在静下看来就误以为他真是不高兴了 糟糕 娘早就提醒过自己 大人许久不庆祝生辰了的 有些忐忑地想要解释大人 我 这一脸惊慌加愧疚的神情 就知道他已会错了 路易潜笑 谢谢 我都许久未庆祝过生辰了 你是从何处得知的 听他这么一问 没生气就好 惊吓松了口气 自然是有我的法子呀 随即坐起身子 从枕头下掏出两个平安符给路易看 昨晚太困了 都没来得及与大人说 我昨日去京教的万佛寺了 求了两个平安符 还特意找大师开了光呢 惊吓语气里洋溢着满满笑意 递给他一个给你的一个给我们的孩子 接过两个平安符 路易潜溢看着也跟着他笑了 那你自己的呢 我怕求得太多了 佛祖会觉得我贪心 惊吓靠近路易 小声地说道 文言的路易心中一色 所以这个傻丫头是把他路易和孩子放在了自己之前吗 再说 我 我可以不用的 惊吓笑嘻嘻地握住路易的手 为何不用 路易以为他又要说什么娘亲给他算过名 他自己有金甲神人忽悠 却没想到他的回答会让他意外 因为大人和孩子安康了 就肯定会护着我的呀 大人一直都是我的金甲神人 我都知道的 路易笑了 原来他都知道 是啊 他可是自己放在心肩上的人 自然不管什么情况都